为祈求活动顺利,风调雨顺 马公市长黄建忠于今天上午10点率领市政团队前往锁港紫围公进行参拜祈福仪式 在主任秘书林宝林,金药秘书陈志迁,文创客长苏淑娟及客室队所主管 锁港里长蔡成火,紫围公总干事许日清与副总干事庄永俊等人的陪同下 黄市长亲自上香进行献花、献果、献财博并攻读祈福文等仪式,场面庄严肃穆 赤薇公前举办2024年马公海洋文化娱乐祭活动 赫蒙,紫围四福起降何进皆平安 大帝恩昭,大帝恩昭,勇享清安福来临 临将李明永牧,鸿恩敬安临 祈愿神恩又起安是福 娱乐祭于尽大力 马公市政运亨通 诸市民老幼安康 城上贵彭湖紫围公,紫围大帝,列位正尊 建纳,如下地址市长黄建宗谨致 2024马公海洋文化娱乐祭 浪潮汇卷,闲闲市集 将于10月6日下午4点至晚上8点 在索港紫围公前广场及索港海提盛大举办 活动将结合棚南在地渔村产业文化 以索港小馆为主题 规划近60个摊位与精彩的艺文展演 为民众带来一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盛典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们2024年我们的马公海洋文化祭 我们在礼拜天,也就是后天 我们即将在我们的索港紫围公的广场举行 这次的活动我们有大概有60个摊位 有各种美食 还有一些我们海洋 一些元素的一些摊位 我们也聘请了我们河南地区的一些社区来摆摊 我们把河南的特色我们都会呈现出来 我们这次也有100元的小馆体验券活动 就是我们自备我们的环保袋 我们到我们的摊位上 几点我们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免费消费券 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 礼拜天大家永远出来共享圣祭 马公市长黄建宗表示 这次活动不仅是文化与产业的结合 更是对海洋资源的尊重与热爱 他强调马公市海洋文化娱乐祭已迈入第五年 透过这次活动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捧南的渔村产业 体验最真挚的在地风情 共同将马公的海洋文化推广至全台湾 记者王海龙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